韩国的辣酱到底辣不辣 他浇在披萨上一口就给吃了 女人说这些都不算什么 因为自己根本感觉不到辣 节目组不相信 立刻给他端上了一盘死神辣度的牛排 没想到他吃下去后 脸上没有出现任何表情 并且还特别享受 看起来就像没放辣椒一样 没一会儿就把盘子吃了个精管 还说这个味道他特别喜欢 难道是真的不够辣吗 我敢说能打出这个字的评论区 不超过十个人 工作人员又交了一份 只吃了一点点 整个人都给拉苦了 而女人这边还不算完 她又来了一碗 加了三瓶辣酱的冷面 吃完冷面就连汤也没有放过 周围的人都看猛了 女人却丝毫不在意别人的眼光 坚持要把汤喝光 原来女人已经这么吃了十几年 她的好闺蜜始终无法理解 女人为什么这么能吃辣 为了找到原因 节目组带她去做了全身检查 原来女人因为长期吃辣的东西 身体早已习惯 所以才会吃任何辣度的东西 都没有感觉 但专家还是劝她要少吃辛辣食物 希望女人真的能做到吧